还税于民 超真就是政府劫财 有盈余表示我们景气好的不得了 这是好事更是政绩 well 我们没打算谈超真或是发现金的政治层面 我们想要谈的是 过去也有多次政府发钱刺激消费的做法 但他们发的不是钱 而是有使用限制的消费券 奇怪 既然可以发钱 为什么之前要发消费券呢 而这次又为什么要发现金 是政策回力标了吗 政治口水战就交给想战的人去战 我们来从经济学的角度 看看先前的消费券到底是什么 跟这次发现金的使用情境有什么不一样 而之前美国跟日本发放现金的效果 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国民法官制度上路了 你收到来自法院的邀请函了吗 泛科学将与拥有重大刑事案件辩护经验的 黄志豪律师推出最白话的法谱课程 告诉你如果成为国民法官到底要做些什么 不用担心自己没有法律专业 也不用害怕在信箱里看到法院通知 这堂课将帮助即将成为国民法官的你 储备基本能力一起见证台湾法律体系的重大进步 快来填写问卷一起了解国民法官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消费券就是被限定用途的纸钞 或者折价券 毕竟很多店家都会推出消费券折购 不过从政府的角度或从经济学的角度 消费券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在最简单的经济行为流程里 我们看的是家计部门与厂商 也就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动 家计部门需要买各式各样的产品维持生存或生活品质 厂商则提供这些产品 这两者组成了产品市场 同样的厂商为了生产商品需要劳动力 而家计部门则提供了劳动力 这形成了劳动市场或者是生产要素市场 把上面这些概念画成一张图 就是大名鼎鼎的经济活动循环图 一般除了会在图中标示劳动需求外 也会标示出相反的资金流向 例如购买产品会有消费支出 提供劳动力会有薪水所得 而消费券的用意就是透过增加家庭的消费支出 来复苏产品市场 通常会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使用 什么是经济衰退呢 在说明之前 必须先简单介绍一下 景气循环 在一次景气循环中 会分别经历破章期与收缩期 根据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定义 每一个时期的持续时间 至少5个月走完一次循环 至少要15个月 在扩张期中 我们会先经历探底复苏 接着是稳定成长 最后来到高峰繁荣期 之后就会开始进入收缩期 开始经济衰退 直到触底复苏 进入新循环 事实上经济衰退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探底复苏 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 全国人民要是一夜之间 全部改信伊斯兰教 都不吃猪肉了 那造成猪肉的需求量 跟价格同时大幅下滑 那么从供需平衡图来看 就是需求线突然向下平移了一大段 如果你是猪肉饭 这时候就会发现 猪肉怎么卖都卖不出去 诶等等 不是说全国人民都改信伊斯兰了吗 我怎么还会吃猪肉饭呢 先不要跟我争论这件事 总之当这种事情发生后 猪肉价格低于成本 都不会有人要买 猪肉市场开始停摆 许多杀猪养猪的人都失业了 一个不远的经济衰退案例 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当时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 房价急剧下跌 许多人失去了房屋资产 造成个人负债问题 导致消费者信心下降 消费减少 进而导致生产减少 此外 由于银行跟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问题激增 于是就停止了贷款 造成了资金不流动 这么一来 企业也必须减少生产 进而裁员倒闭 导致了失业率上升 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帮消费券 下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了 消费券就是政府给你消费工具 希望你在补点钱 把厂商的库存清光 增加消费来维持市场稳定 避免持续落入经济衰退 那么直接发钱跟消费券的功能 一样吗 嗯 这其实不是那么好回答 发现金其实也会刺激消费 但消费券刺激的力道 理论上会更强一些 消费券为什么更能刺激消费呢 是因为消费券在设计上 会排除基本必需开支 这么一来 会减少发出去的钱 用于消费替代的机会 也就是用于 你本来就应该要支出的项目 像是你的水电费 劳健保费 或是缴税跟罚金 而消费券的各种优惠 跟加码活动 都激励你 我花超过原本支出的钱 另外 消费券的限时用完 不找零 排除除值跟预付类消费 都是关键的设计 目的就是要在短时间内 催逼出经济流动性 反过来说 发现金不像消费券 有明确的优惠活动 可以刺激我们乱花钱 在没有使用期限 跟排除开支项目的情况之下 这些钱还可以自由分配到 各个月的日常支出里 假如你没有因此多花一些钱 发给你的现金 将不会帮助消费增长 说了那么多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美国与日本 其实早已发过现金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们的成效 美国在2020年普发现金 成人发1200元美金 儿童发500元美金 年底再加码600元美金 2021年又发了1400美元 根据美国联准会 纽约分行的研究 截至2020年6月底 在民众取得的现金补助当中 有36成的储蓄 35%拿来偿还债务 只有29%用于消费 很多民众甚至表示 他们在收到2021年的补助金之后 会花更多钱去还债 而日本则在2021年底 向全民普发了10万日元的 特别定额给付金 日本的Money Forward Lab 找稻田大学与澳洲 昆斯兰大学的共同研究指出 给民众的给付金中 只有6%到27%的给付金 是用于消费 其中非日常用品的支出 没有显著改变 那消费券呢 台湾在2020发放了振兴三倍券 隔年则推出振兴五倍券 经济部的三倍券成效评估中表示 印制三倍券加上一些宣传与行政成本 包含发给我们的2000元 总成本为510.5亿元 每个人都来领 大约就是2300万人 去摊着510.5亿 政府在每一个人身上 花了约2220元 而平均每一个人都消费了5785元 所以政府花一元能换来2.6元的消费 是有效果的 这么说来发现金其实不正确咯 不过其实这样比较也不太合适 因为使用情境不同 日美发放的是纾困金 目的是帮助人民渡过难关 而台湾则是振兴消费券 是用来振兴经济的 如果要求纾困金也用一元能换来多少消费的 投资报酬率来计算似乎并不那么恰当 针对这些纾困金得用社会投资报酬率来考虑 也就是衡量投入资源 所得到的非财务面的回馈与报酬 例如社会安全 社会价值等等 或许会比较合适 不然单就重新点燃经济循环来说 发现金确实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回过头来说 这次台湾发现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假设是要跟消费券一样振兴经济 应该不是个好方法 若要用社会投资报酬率来看 不少人提出更该把要拿来发的1400亿 用于投资科学技术研究 大学经费或是减免高等教育的学费 才能创造更高的效益 而不是普发6000来同乐 选择投资在金银身上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这样做是否真的好呢? 在这之前建议各位先复习一下 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 我们去年介绍这篇研究的时候 着重在解释为何成功主要是靠运气 但研究者更想问的问题是 精英主义的思维对吗? 我们如果把资源集中投给那些有才能的人 应该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吧 这种想法很合理 但才能不见得马上看得出来 所以循着精英主义思维的做法 往往就变成把资源给那些 过去表现比较好的人吧 但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吗? 研究者设计了一些补助办法 每隔5年就会获得政府资金补助 研究者在数学模型里设计了好几种情境 除了把经费彻底平均分配的普发式以外 还有只补助过去表现好的人的精英式 一部分重点补助精英 剩下在普发的折中式 以及最后一个乱枪打鸟乐透式 没事再加入补助金额高低变化 总共有18种方案 通过这个人生游戏模组 猜猜看最终哪个方案跑出来的结果会最好呢? 若以研究定义的成功率来看 折中式的其中一种方案 让高能力族群的成功率 从没有补助的32.05% 一口气提高到94.82% 结果最好 不过这也是所有方案中最贵的 相较之下 如果采取普发式的其中一种方案 成功率也可以达到94.40% 政府花费还低了将近一半 若不只是看成功率 而是看政府每花一块钱 能增加多少高能力族群 成功率的效率来判断 竟然还是普发式的方案 结果最好 能用最少的花费 就让成功率提升到69.48% 表现最差的方案呢 都是精英式 其中只把钱给过往表现 前10%的这种极端精英方案 效率只有最佳普发方案的25分之一 让我们回到还税渔民的情境 现在政府有一笔多出来的钱 而政府的预期目标 不是刺激经济 是让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 请问这笔钱应该是直接给民众 还是执行特定的精英投资政策呢 若是按照这篇搞诺经济学奖 得主研究的计算 就是直接普发 不要迷信精英有花钱的才华 别以为他们可以把钱花得更好 不过其实研究者也提到 在真实世界中 折中式方案 一方面人人有讲 一方面也给表现较好的人鼓励 可能产生激励效果 让所有人都更加努力 发挥更大的整体效果 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 但这听起来还真蛮像现在的状况 难道说政府里也有跟我们一样 热爱搞笑诺贝尔奖的好朋友吗 然而不管是从经济学基本原理 过往发现金跟消费券的效益评估 还是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生游戏模型 其实都无法替普发6000还税于民的政策效果背书 一时半刻也很难看出效益 但有一件事我们很确定 如果你将6000元里的其中一部分 拿来加入饭科学频道会员 或是在影片下方使出超级感谢 不论金额多少 我都会非常非常非常感激你 说到这里 你拿到6000元打算怎么花呢 是考量到经济情势动荡存起来 还是直接捐了 因为公益社服团体比我更需要 或是把捡钱变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促进经济流动呢 如果有其他想法欢迎分享给我们 好的 以上就是这集的内容 我们由衷感谢每一位加入饭科频道会员的饭团 希望大家都过个好年 如果你有更多希望看到的经济学主题 可以留言跟我们说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